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714大涨293点 也几乎是收在今天的一个最高点 我想今天的大涨也为苟年的一个行情 怎么样 先赢得一个好的彩头 对不对 那当然今天的大涨很多人会说 这段时间美股 对不对 我们封关这八天的时间 美股是大涨的 也许道琼来讲涨了774点 涨了3.2% 那如果以科技股来讲的话 涨幅更加的惊人 涨了6% 所以今天的大涨是在反映 这期间美股的一个大涨 当然你要这样讲 是没有错的 的确在台股封关的这八天 美股是大涨的 但是我要问各位 在台股封关这八天 美股大涨难道不能够预期吗 可不可以预期 我这样说好了 记不记得在年前 在封关之前 又或者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新春的特别节目里面 我是怎么告诉各位的 针对美股的部分 我们跟各位讲 先前在年前 美股两个礼拜大跌 超过3000点 是因为基本面不好吗 不是啊 是因为基本面太好 对不对 好到让市场大家担心 什么FED要升息 甚至于有人认为 这个企业的获利 要从此从高峰往下衰退 那我说过的 这些都是莫须有的联想 都是股价下跌了之后 你很牵强的 你硬要去给它一个理由 所编出来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借口罢了 那个都没有意义了 因为在股票下跌之前 这些说法都没有 一跌下来什么说法都有 那些都没有意义 对不对 好那我说在我看 美股下跌只有一个理由 怎么样 它涨太高 涨太高了 从17888 当时川普当选的时候 对不对 连一万八千点都不到 这一波涨到两万六千六百一十六点 17888 涨到二六六一六 涨了八千多点 将近九千点 八七二八 有没有 那一年的时间 涨了将近九千点 那你再看这个过程 这中间有没有明显的回档 都没有嘛 对不对 那涨了一年的时间 中间都没有明显的回档 涨了九千点 那该不该整理一下 该不该啦 我说再强势的股票 再会喷的行情 都不可能天天飙嘛 你累积到一定的能量 你总要让它喝杯水喘口气 所以 在年前 美股出现了急速的一个压回 当时是因为公布出来的数据 太漂亮了 让大家联想 这个FED会不会紧缩银根 会不会升息如此如此 然后噼里啪啦就下来了 那我说你纯粹以升息来讲 过去美股也升息过 FED也升息过 哪有这样跌的 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根源的问题是在于 它太高了 对不对 那经过两个礼拜三千点的下跌 你想 它先前过高的问题 现在是不是不存在了 那如果先前位置过高的问题 现在不存在了 那请问 是不是一切要回归基本面 毕竟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嘛 对不对 那总体经济的数据漂不漂亮 漂亮啊 失业率 失业率漂亮 对不对 就业人数 就业人数的数字也漂亮 甚至于连工资增加 工资的增加的数字也漂亮啊 甚至于最新公布的密西根 消费者新兴指数 也是漂亮啊 这些总体数据都是漂亮的 那我只问各位 总体数字漂亮 有什么理由 股市要走空头 没有这种逻辑啊 过去没有 现在不会有 我可以跟各位肯定 以后也不可能有了 所以终究美股要回归到基本面 对不对 尤其我说过了 涨了8700多点 回档两个礼拜的时间 已经修正了 怎么样 3000多点 那已经很接近 强势整理黄金切割率 0.382 3334点的一个范围 所以从26616 修正到23360 这一修正 它已经来到了满足区了 来到了满足区 当然就要回归基本面 所以我认为 美股这段时间的一个上涨 是可以预期的 最起码低档无多了 那低档无多 你回归基本面 基本面这么漂亮 当然是回归到多头架构 这有什么好争议的 所以台股 当然美股持续走多 台股当然也是跟得走多 所以我说趋势 没有任何的改变 今年的金狗年行情 必将延续去年金鸡年的行情 那如果 今年金狗年的行情 必将延续 这个去年金鸡年的 多头的一个架构 那么我请问各位 在年前 在美股这样 劈里啪啦的 跌了3000点 台股 台股在年前也跌了不少 从11270 跌到这个10189 这一跌怎么样 也跌了1100点 对不对 那在这样的一个极叠的一个恐慌氛围里面 我说过 好的股票 不好的股票 通杀 那只要是好的股票 不好的股票 通杀 那就一定有股票怎么样 被磋伤 当有股票被磋伤 就代表 有些股票 它的价值被低估 那当价值被低估 是不是代表 就存在的超额利润 那当存在的超额利润 就代表怎么样 我们赚大钱的机会 又来了 所以我在年前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大家 对于一些被错杀的股票 压回来 那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你看看今天 我们在年前告诉各位的这些股票里面 今天有几档是涨停板 来 这一档2455的全新 今天有没有涨停板 一开盘 五分钟不到就锁起来 即便盘中稍微有两分钟是打开 马上又一架到底 那我请问各位 你看我的节目 你认识我这么久 全新 我是今天看到它涨停板 我才在节目里面介绍给你 你认识我够久了 必然知道 这一档全新打从11月20号 当时它还在82块的时候 我就告诉各位 有没有 它是最新的缺货概念股 缺什么货 三五族的缺货 对不对 三五族的缺货 当时我说市场还没有人知道 我先揪你怎么样 低档布局 而且当时我怎么样 一买我就连买一个礼拜 我想这个过程 我说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你有看节目的每个都是我的见证人 不是吗 后来布局一个礼拜之后 一发动 有没有 一下子 就从当时的82块9 一路涨到哪里 一路涨到118块半 一路涨到100 三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不到一个月 涨了43% 对不对 好 那既然三个礼拜的时间 三个礼拜的时间 已经涨了43% 而当时我说过了 当你的筹码不能够再续墙的时候 不要说转弱 当你筹码不能够再续墙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操作上很重要的原则 可能各位也都知道什么 分段操作 对不对 为什么要分段操作 为的是要规避短线的修正风险 另外怎么样 要加大你的获利倍数 因为当他要整理 你不要去跟他赌 该避开我们就避开 所以你看全新来 第一波 刚刚各位看到了 我们在82块一路的 哇有没有 最高 最高来到118.5 后来我们在高档先出一趟 后来有没有避开这一波的修正 有没有避开这一段的一个整理 甚至于你看 这边还出现破底 有没有 那这段时间我们有没有避开了 一直到年前怎么样 年前我们把它买回来 为什么要买回来 第一个 股价已经经过整理了 对不对 那股价已经经过整理的问题是 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当时我跟高叔哥 我讲过了 当时我为什么看好它 最新的缺货概念股 缺什么 三五组 对不对 那我也跟各位讲过的 过去五代节目里面 我也跟各位讲过的 三五组的缺货 它是全面性的 它缺货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我告诉各位 也不是一年两年 依我在预估 2020以前 2020以前 缺货的情况难以改善 因为你全面性的缺货 当你开始意识到缺货 从供需吃紧 供不应求到缺货 缺货你开始要量产 可是量产 你要增产 你要有厂房 对不对 你现有的机台 如果已经没有办法再扩中产 你一定要先盖厂房 厂房之后 你才能够进机台 机台之后 你还要试产投产 你还要再做一个 调教的一些功能等等 对不对 这些都要时间 所以一两年绝对跑不掉 那既然一两年跑不掉 它还是缺货 那股价经过整理 有什么理由我不买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些 尤其你看 我说年前它还被杀到破底 缺货的股票还被杀到破底 这有没有天理 对不对 所以年前我们当然买回来 你看 年前买回的股票 告诉各位 我说未来市场的资金 在年后归对之后 就是锁定这些被错杀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市场的资金归对之后 他会买什么股票 他一定会买最好的 什么是最好的 趋势最明确 获利最好 缺货趋势明不明确 你自己说 对不对 那一缺货 价格上涨 获利会不会上来 对不对 筹码面 最强的 市场资金一定往这些股票移动 那如果市场资金往这些股票一集中 这些股价必然大涨 那如果年后这些股票必然要大涨 年前有跌下来 甚至于被杀到 你看像全新还被杀到破底 有什么理由不满 因为他被错杀 被错杀 价格被低估 价格被低估 超额利润 就是我们赚钱的机会 有没有 今天立马一根涨停 意外吗 不意外吧 对不对 市场资金就是往这边集中 而且今天涨停的 还不止全新一档股票 还有谁 来再看 今天涨停的 还有这档股票 叫做1597的值得 有没有 今天也是一样 金狗年一开红盘 就马上起开得胜 强就是强 一样 这档值得 我是今天涨停了 我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马后跑 在它涨停之前 在年前 我也没有就跟各位讲过了 这档股票 它是被错杀的 尤其在年前 它已经展现 它相对的抗跌性 代表市场的资金 已经在注意这样的股票 所以有低点 你要赶紧把握 有没有 来 这档股票 我在2月2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 带着我们的会员买进 有没有 市价买进1597值得 有没有 好 9点17分 9点开盘 9点17分是在这里 当天平盘128块 有没有 所以我没有 我有没有带你买在平盘附近 看图说故事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有没有 9点10点11点12点1点 你看到12点50分之前 都在平盘附近 你需要追高吗 不用 你需要去抢股票吗 不用抢 你买的轻松买的充容 有没有 当天缓步的跌高 你不管在前面几个小时 哪一个点位买的 哪一个时间买的当天 其实你竟然先小赚 对不对 好 那在2月2号建立部位之后 哇 不得了 放了一个礼拜六 礼拜天回来之后 2月5号 礼拜一 噼里啪啦 哇 大盘跌了270点 所以一开盘 它也被垂下来 可是我说好的股票 当它一被垂下来 买盘马上就会涌进 因为大家内行人一看 这个高费人 股票被低估 价值被低估 好机会 买 所以你看 一压回来 马上怎么样 马上就被垫高了 所以那一天 即便大盘跌了270点 它开盘跌了半根停板 可是收盘 却拉出涨半根停板 这一低一高一来 一回之间 这样就涨一根 有没有 后来盘氏回稳 有没有带头再涨 盘氏跌 它抗跌 盘氏一回稳 它带头冲 所以在2月7号 你看我们再买 有没有 盘氏回稳 好股票先涨 我们再买 有没有 来2月7号 手中没有持股的市价买进 持股不足的 同步加码 有没有 那你看 到今天 开红盘第一天 136块 记不记得 我第一天带你买的时候 多少钱 是不是在128块附近 对不对 今天136块半 有没有立马大赚 而同一个时间 大盘怎么样 来我们来对照一下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2月2号大盘在哪里 2月2号大盘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2月2号 这里 有没有 2月2号大盘在这里 今天大盘大涨将近300点 也不过谈到这里 连这里的一半都还不到 可是你看 大盘从当时的高点下来 今天强弹 也不过连一半都还不到 可是好的股票 它已经有没有带头冲 128块买的值得 今天已经136块半 有没有 那为什么会这么强 来 1597值得 开盘第一天就强势大涨 顺利攻上 整停板 今年在机器人 在机器人及自动化设备的题材之下 线性滑轨跟滚珠螺杆 是不可获取的要件 加上1月营收再度创下全年最高 得到市场上的认同 好 那我认为法人的资金 一定会持续进驻向这样的好股票 那我们已经在年前布局 且加码完成 后面空间还很大 大家持股全数获利虚保 这张股票 有没有在年前就告诉各位被错杀 是好的机会 我想事实胜于雄辩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对不对 好 那除了值得 除了全新今天拉出涨停板之外 今天涨停的还有这一档 大家更加熟悉的红包股光节 有没有 来 这档股票 你绝对不可能说你不认识 这档股票 我从12月27号 12月27号 去年 就告诉各位 要送给各位一个红包 有没有 让各位立马有赚钱的感觉 对不起 当时连续三天 带着各位在低档买进 有没有 第一波先涨到293 离大股东的成本 298差那么一点点 先做压回 压回 我说既然大股东的成本还没过 大股东也要赚钱 所以你敢压回压回我就再加码 有没有 我想这个过程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就不要再讲得太过于据细民意了 对不对 后来加码之后 第一次又公到的33.85 记不记得 好 那第一天 1月15号 公到了33.85之后 隔一天 11 1月16号 当天 开低 前天创高 隔天开低 我说过进入整理的机会很大 我们先出一趟 一样 基于什么原则 分段操作的原则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出一趟 分段操作 为了规避短线的风险 对不对 短线的修正风险 有没有避开了 那当你避开了之后 你看这一天 我们在这里 来 1月31号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了 有没有提示买回 有没有 在这里 这样有没有价差 有价差能不能扩大你的获利 后来你看 在年前 就一路的 攻到了35块3 即便当时大盘 哇 噼里啪啦的大震荡 它就是抗跌 有没有 甚至于还逆势涨 你看今天 盘势一回稳 立马又拉出涨定 所以我说 年前连续买进 今天再度大买 我们今天还买 有没有 新朋友 老朋友 同步大转 光洁 大家的红包股 而且这是我们第二趟操作 有没有 那这些股票 你自己说 从全新 值得到光洁 有哪一档 我是今天看它涨停 我在那边事后放马后炮 有哪一档 我在年前没有事先讲在前面 你看节目你最清楚 对不对 好 所以我说过了 这个时候 年后的资金会陆陆续续的归队 锁定的就是这些被错杀的股票 我想从今天这些股票的涨停都已经得到了印证 那至于接下来会轮到谁涨 接下来轮到谁涨 我告诉各位来 既全新 既光洁 既值得之后 接下来 就是轮到这一档 新春第一档 狗来复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再来跟各位好好的聊一聊这档 新春第一档 狗来复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现场 今天是狗年的开红盘日 我们看到上市贵公司 涨停板的加速超过四十家五十家 对不对 那这些涨停的公司 投资朋友 你自己说 是不是都是我在年前所告诉各位的 几乎都是 我说这些股票都是年前在大家恐慌的时候 被错杀的股票 包含 二十五的全新 你看今天涨停板 对不对 包含一五九七的值得 今天也涨停板 甚至于我们的红包股 第二趟操作这档红包股 有没有 今天也是涨停板 三六二四的光景 这些股票都是我在年前的时候 叮铃提醒各位 对不对 我们在年前大马 你看年后立马大涨 好 那我说过 接下来年后陆陆续续的资金会归对 好 那资金归对之后 一些被错杀的股票 也会一档接着一档 陆陆续续的启动 所以既全新涨停 既光洁涨停 既值得涨停之后 我认为接下来市场会锁定的 就是这一档 新春第一档 狗来富 当然不用多讲 它也是一档 在年前被错杀的股票 对不对 既然是被错杀 就有超额利润 有超额利润 就是我们赚钱的机会 除此之外 它还兼具一样特色 它是低价股 它是低价股 各位知道低价股有什么优势 低价股 它没有资金上的限制 你不论操作资金是大 是中是小 操作起来游刃有余 对不对 而且低价股 各位想想看 它未来能够涨五成一倍 的一个机会 是不是就比高价股 要来得大 所以这个就是低价股的优势 也是这一档 新春第一档 狗来富的一个优势 我认为明天 它的买点就会出现 既全新 值得光解掌停之后 我认为接下来就是它 所以务必把握 明天卡位的机会 今天只要电话一通 只要电话拨通 都可以来电领取 见者通通有份 所以这一档 新春第一档 狗来富明天会有买点出现的 今天只要电话拨通 见者通通有份 务必把握机会 明天先卡位 先布局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明天再会